我们看到台中发生了地下道淹水的夺命意外 那么市府就紧急的亡羊补牢 昨天把9个地下道改列为甲级防护 而且在一些地区的这个铁路高架工程完工之后呢 有4个地下道会被填平 中市建设局检讨全市32处地下道 其中9处的下大雨就会淹水 将会设抽水机 积水侦测以及自动栅栏 而一旦淹水高度达到警戒值 这个栅栏就会自动降下 至于在前几天闹出人命的淹水意外当中 这个抢救过程是否错失实际呢 胡志强昨天强调检察官已经介入调查 如果有责任的话绝不会逃避 而且家属如果申请国赔 那市府也会全力协助